Hello,大家好,我是河马夫人Martin 我们今天到修里尔湾往南10分钟车程的Laguna Hill这个城市 来拍摄一些高性价比的大房子 那我们看的这套是五房4.5位 独立别墅,三车库 隔壁的邻居正在除草,所以外面声音比较小 这是前院,前院的草非常漂亮 这几棵树都是属于这户人家的 地中海市的外观 这种类似于圆柱形的餐厅设计 是非常舒适的,也非常美观 我们进去看一下 路户门,门廊就非常高 这有20尺的高度 进门也是调高的 一进来是真正的实木地板 这个不是实木符合地板,不是vino,是实木地板 用料是很考究 然后进来的左手边是通往楼梯,也是一个半旋转楼梯 也是实木地板 楼梯扶手也是一样的材质 然后Fam Room是调高的,应该是20英尺高的高度 很大气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书房 这个书房就是我们从外面看到的 这种六角形的 类似于半圆柱形 六角形的这个外里面 书房也是调高 这个书房我非常喜欢 造房室内是3900尺 3899,3900尺 占地7300多尺 售价仅199万 上市42天,目前还在市面上 可能还能还一些价格 我们往下走 这是餐厅 我非常喜欢它的玻璃墙 都有这种地中海风格 半圆柱 然后有侧院 餐厅有一侧门可以通往侧院 后院非常漂亮 游泳池 我们从餐厅这一侧走到厨房 厨房这边也是 相当于六角形边的这样一个设计 这是早餐区域 这是厨房 厨房厨柜是米白色的 这颜色是百搭的 应该说不会过时 不是深色的 棕色的 可能看上去比较牙异 这个颜色是米色的 非常亮 博士 博士的这个烤箱 三星的冰箱 这个冰箱我们家以前的一样的 也是带一个液晶显示器 好 这是早餐厅 好 这是家庭厅 带壁炉 有很多装饰柜 这边还放了一些酒柜 那我们现在是闹了一圈 再往这边走又回到了 前厅的位置 就是挑高的前厅 非常大气和书房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房间 一楼有一个房间 这是房间的半个卫生间 这是通往车库的门 以及洗衣房 一楼这个房间 主人把它直接装修为衣帽间 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是地砖 防水地砖 这个门也可以通往侧远 所以它有两侧的侧远 整个房间是衣帽间 如果不需要这么大衣帽间的话 可以把它再改回房间 这是一套房 里面有卫生间 所以一楼是有一个套房 主人把它改为了衣帽间 还有半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书房 书房没有算在这个五房 四点五位的房间之内 所以一家书房的话 是六个房间 前厅是挑高的 家庭厅是有好多好多的玻璃 地中海风格的设计 有一些六边形 或者是圆形的窗户 好 我们到后面看一下 后面有游泳池 采光非常好 这是一个jacuzzi按摩池 这是游泳池 旁边放两个躺椅 蓝天白云 这个位置旁边就是Costco 距离商业也很近 我们在后面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外观 好多的玻璃窗户 然后这边是侧月 就是餐厅可以有一侧门 可以通到这里 非常美 这个视频可能时间会比较久 我们一楼就拍了五分三十秒 好 我们到二楼看一下 二楼有四个房间 还有一个loft 整个房子是五房四点五位 一楼一个房间 套房加书房 书房没算房间 二楼有四个房间 有三个卫生间 上来之后的旋转楼梯 是和一楼的这个田厅可以互动的 站在这里有这种将军指挥的阅兵的感觉 好 右手边是主卧 我们最后拍 左手边有三个房间 还有loft loft的这个墙壁是贴了墙纸 好 这是loft 还是很宽敞的 二楼都是地毯 这是一个套房 粉色的应该是一个女孩的房间 里面有卫生间 还有布鲁衣帽间 因为这个房子是3900尺 所以房间也挺大的 loft可以改为 这是电视机的区域 可以弄成书房工作区 或者是儿童玩的区域 好 这里有两个刺卧 都是雅房 卫生间是在这里 两个刺卧共用一个卫生间 这是卫生间 好 这个刺卧是对着前院的 有类似于飘窗设计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六边形的外立面 刺卧还是挺大的 这是另外一刺卧 是圆弧形的窗户 窗户的非常大 整面墙都是窗户 一门一帽柜 好 这是两个刺卧 loft 还有一个独立的套房 女孩子房间 这里其实它是一个放装饰品的区域 但是上面都是镜子 看上去很别致 好 主卧 我们看到的主卧封为两部分 封为三部分 主卧的卫生间在这个拱形的门后面 这边是一个休闲区域 放了沙发 一个壁炉 还有主卧的床 Ting size的床 可以看自己的后院 看景观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景 这个社区 这边是壁炉 主卧非常大 这里是可以休息的区域 也可以看书 那边有一个书架 好 我们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 这是主卧的衣帽间 衣帽间有两侧 两个 一个大一个小 看上去应该是女主人和男主人分开的衣帽间 然后 独立的浴缸 这个浴缸非常别致 这边还有可以放很多装饰品 或者未用品的一个大柜子 大镜子和两个洗手盆 淋浴房 对面的马桶 好 这是主卧的卫生间 主卧的里面的读书区域 然后主卧的床 好 这是河马富英 马亭在朱利尔湾往南大的10分钟车程的 Laguna Hill这个城市 排设一套高性价比大面积的房子 室内3900尺 占地7300尺 售价199万 上市市售价应该还能还还价 谢谢大家